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杨洁 我們盛祥門電影公司的導演張維聖、張導演來到楊潔節目 維聖哥你好 楊潔好,我們觀眾各位大家好 其實好久不見 因為上次維聖哥來上楊潔節目是要參選議員的時候 當然時間過很快 那當然今年的狀況又遇到了這個疫情的影響 疫情的影響應該算是全球的一個影響 很多人都受到影響 當然在我們民間大家也很放心 所以楊潔也看到維聖哥你還有在發口罩 因此也上了新聞 那當然在發口罩的過程當中 當然有很多的波折,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狀況 不過那等一下再來聊 那當然我們先來談一下這個愛國歌曲 為什麼會叫愛國歌曲 那這裡面楊潔看一下你的這首歌曲的內容 其實都在喚起大家的愛心、慈悲心 還有呢希望我們要好好的堅強,我們好好的成長 那這首歌曲叫中華兒女 為什麼你會創作這一首歌呢?跟大家先聊一下 因為一開始齁就是在這個疫情的時候 那這個當下 我們那過年齁 一開始就是我們成立這個武龍武士團 這二十幾年來齁 每一次過年都是我們最忙碌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把握公司啊 一些就是開幕表演啊 開幕表演 對我們一天齁曾經跑過八場過 一天跑八場 對 但是齁今年齁就非常的特別 對 就連一場都沒有 真的喔 是因為受到疫情影響嗎? 對 就這一段時間也被 就是被取消很多場 像昨天 昨天就有兩場要表演 結果都沒有 都被取消 因為很多活動其實都因為疫情都不敢去辦了 因為怕這個群眾感染 是 而且那個時候齁 我就是在過年的時候 閉關了 閉關的那段時間 我發現到說奇怪 怎麼外面大家都在搶口罩 那個時候我在想說 欸奇怪 我好像 張庫裡面 還有一批口罩喔 喔喔真的 那時候我就當下我就說 趕快我們去張庫 點點看 喔 其實算了之後 哇 我全部搬回來 對 搬回來看這一些口罩 那個時候我就在想 我落選的時候 本來是要處理掉要丟掉了 對 因為很佔空間 那個 我們沒有想到 萬萬沒有想到 這個東西會這麼好用 是 那個時候當下 我們機工跟我講說 叫我留下來 我說做什麼 你不要問 喔 不要問 那是 就是 那一天 我就號召很多人來 我說 哇這裡有五個的 有五片了 有一片了 那我們跟他 就統一 都兩片好了 喔統一兩片 我就找了四五十個 醫工 對 來幫忙發信來做 其實做這個我也覺得 滿有趣的 嗯 因為選舉的時候 對 他們一天 只能生產 四千至五千個 是 但是在這個疫情的當下 他們來啊 一天啊 做了一萬多個 是 三倍之多 對 我說那你以前 是不是都在模糊一樣 哈哈哈哈 被抓到了齁 那是 也是笑談啦 但是他們真的很 很初心很用力 嗯哼 那就做了兩三天之後 然後這些人齁 還有我兒子 他們都犧牲了連假 連假的時候 就是在幫忙這些 嗯 然後那天 就已經準備好了 就 也在臉書發起說 我要發這個 對對 我覺得我大受歡迎 然後那一天 剛好是二月二號 嗯嗯 結果翻了日記之後 才看到 那天剛好是提公司 喔 哇 上天有好生之的 是 發了發 對 這樣子發了之後 哇 大排長龍那天 那幾天啊 嗯哼 都是每天都是陸陸續續續續 陸陸續續續 很多人都要來拿 嗯 大家都需要口罩 買不到 包括宜蘭的護衛院 還有北部的 中部的 嗯哼 還有我們高雄 是 對 因為我一開始 我是在想說 那些有錢人都有錢 都賣不到口罩 那我們照顧的這些都是別年戶 更買不到 對 更買不到 那我第一個就是想到他們 對 我就電話聯絡他們 哇 當下他們就 大家都來了 OK 因為他們也都很 他們都生活在這個恐懼當中 嗯 沒有口罩那種感覺 很 很驚嚇 很驚嚇 沒有這個防護作用 那我一開始 我就是先發給他們 嗯哼 那發了之後呢 哇 包括我們的 以前我都在講說 我要做活到 教軍公教軍校 弱勢編引護的代言 對 剛好這次經過口罩之後 我全部都 掌握到 哦 太好了 其實這首歌的 歌詞裡面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時候 這首歌 你大概花多久時間完成 因為一條歌齁 你說要有靈感 要有譜詞 要有譜曲 要要錄音 嗯哼 你看你還 當MV導演 還拍了MV 我看你MV 又有譜詞 有譜詞 有譜詞 還有很多人 呆嘎媽 對還有呆嘎媽 因為這是大甲媽南巡 我們到鳳山 很熱鬧 真的很熱鬧 啊 大家都非常的開心 對 而且大甲媽祖來的 我們鳳山第二天 就在我家住駕 喔真的喔 那當下我就準備很多 那個 那個鴨嬌精 是是是 順便跟著這個口罩 一起來發送給我們這些 台灣同胞 讓大家能夠 就是有一個保護 一個心理的作用 心理作用也好 真正的防護也好 我相信你只要深信 他一定會有效用 對對對 對 就是這個 就是信仰的力量 對 所以說這一首歌呢 最主要就是要喚起大家的慈悲心 因為這次只有這個疫情 只有慈悲心才能抵抗他 對對對 其他都沒有效果 像網路這幾兩天我都在看 我都在想 很多人說 啊研究這個解藥出來 研究解藥出來 結果都是 嗯哼哼 都是虛擬的 OK 不見得是真的消息 對 不是真的消息 那都是網路的消息 啊其實齁 用這個騙 群眾的話齁 我覺得 不是很妥當 但是如果你那一顆慈悲心起的話 是 用平常心 來 來那個對抗這次 這個文藝 那我們一定會成功 對 就是說 在這個 在這個這首歌裡面 其實我們只有 很 很短的時間內 對 就是我們做詞 對 譜曲 然後再到交唱 對 再到錄音室錄製 嗯 剛好三十六個小時完成 三十六個小時 對 大家都也是蠻驚訝的說 怎麼有那麼快 那麼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 那天在錄音室的時候 我們是 包整天的 對 對 就是包一個整天這樣子 結果 我們進到錄音室 其實 真正錄到錄音室裡面 對 就一個半小時就收工了 啊就就就就錄完了 對 相當的快 因為這首歌 好像集結了有百人之多 對 那麼多人怎麼找到的 對 就我在 我這個 上星的朋友啊 對 號召 然後就是由我們這個 監製龍飛啊 嗯 他也在北部 對 我們在南部 我們就南北合集 就是找出這些 一百零八位 上星的活子 對 出來演唱 OK 當然我們在 籌備這個當中 我們受到很多的阻礙 跟一些挫折 是 但是我們這些人呢 因為我們出發 他吃挖都是良性的 對 都是善良的心 所以說我們一然而然的 就克服了那些困難 困難 種種的困難 然後也在對短的時間內完成 是 甚至我出動了3G 來開始拍攝 對 那個時候我是跟攝影師講 剛好是一班八個小時 結果那一天喔 拍了一個多小時就 收工的時候 就拍完了 我也很傻眼 攝影師說 我是八小時 你一個多小時就完成了 那我就沒得賺了 這個不要賺了 該給你的我會給 對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MV 我們都沒有募完 從我們就是因為就是要發新 但是該付的都是由我自己 跟我的家人 一起 對 因為其實這個是集結大眾的愛心 要讓全世界跟我們台灣的同胞 知道我們台灣人 還有這種善良的心 真的 而且把這首歌 這首歌叫中華兒女 就是 其實我很單純就是 我們是中華民國 中華兒女 對 但 我們唱出來 前面這個部分 就是用台語來唱 因為我是台灣人 台灣人 對 我真是台灣人 我孫正的 所以說 這個台灣味一定要有 這是我的堅持 而且MV 也有這個戰鼓 剛好那種戰鼓 那種戰鼓聲 響徹雲霄 就感覺說 欸 我們要有信心 可以幫 可以將這次的疫情 能夠把它平穩下來 大家可以共同來祈福 因為我還看到 你們有出動這個祥詩 祥詩的部分 還有寫 龍天護佑全民平安 還有那個蓮子 你看我多專心在看 有做功課 等一下還有那個 祥詩憲瑞 真的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度過這個難關 對 因為其實 我們拍這個MV裡面 我們有請出我們的戰鼓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戰鼓有上達天廳 對外星式的一個作用 對 那我們號召這百人 第一個開始就是 我們就是雷戰鼓 雷戰鼓 雷戰鼓 這是疫情 那我們就是裡面 我們還有特地的安排 其實齁 我是有信教的人 所以說我裡面 我當然會用一些巧思 包括就是八卦 戰甲八卦症 還有七星症 我也請出雷 請出火神 雷神出來 就是最主要就是說 結合這些三星的人士 包括我們還請出了火主 因為我們火主 在我們的背後 當了靠山 佛光山 佛多紀念館 100多 我們這個百人 這個三星的佛子 就走到 就靠著火主的力量 然後把這道力量傳播出去這樣 是 因為說實在的 我們所有的防疫人員在第一線都很認真 而且很辛苦 所以要跟我們這些防疫的第一線的這些同仁 善心人士 大家真的是辛苦了 我覺得大家對於這次的疫情 其實台灣人是很單純的 我覺得大家就是希望說大家都平安 說實在 無論說你是什麼樣的一個宗教的信仰 你就是希望說全家平安 大家都平安過日子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大家的善念 那這次其實維聖哥你發口罩的這個善局 其實你也延伸到了北部 我覺得這蠻好奇的 因為其實口罩真的有那麼多可以發嗎 而且現在當口罩很缺的時候 你有那麼多口罩發一定會成為很多的討論的焦點 無論包或扁都會有 那維聖哥你怎麼去度過這樣子的一個心情 還有你也把口罩送到了北部 那有什麼樣的因緣你到北部去 這個北部這邊就是有宜蘭的孤兒院 他當下就說這裡很缺 而且他們都沒有口罩 那我們一聽到 我們就趕快用這個包裹寄送上去 然後就是在還有包括這個 我們那個桃園農毯的80市軍運院 但護理長也是向我求援說他們一天只分兩個 真的不夠用 他們很當下 護理員員的部分 然後我就也是寄了一大箱上去 對 還有包括我們這個我們市行大 警察局交通局消防局 因為他們都是前線的人員 包括這個醫護人員都是前線 他們不能倒 對 對所以說他們第一個時間 讓我向我求援的時候 我就馬上一開始 就趕快把這個東西準備好 就馬上用寄快遞的最快速的方式寄給他們 OK 讓他們免除這個恐懼 因為這次大家很關注的鳳山的那個大甲媽來到鳳山的這個消息 聽說也會一開始有因為口罩的事情而產生很大的擔憂 因為我也怕說這次我們這次疫情的關係會不會有安全性防疫性的這個問題 對有因為一開始就是我知道他們就是環保署有規定他們就是要有四千個口罩他們才能成形 不然就是禁止 那當下他們就是找到兩千個口罩 對 所以我主委跑來跟我講 我說好沒問題 我馬上趕快輸兩千片給你 不到期 讓這個百年來的盛事 一定要成形 對 就這樣子 所以就剛好就是這個因緣 就讓這個活動可以順利的舉辦 對 其實也是蠻高興的事情 我覺得大家都有個善良的心 那也希望說可以讓更多朋友可以感染到說 其實世界上還有很多很發心啊很用心在對待每個人的 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善念 對 因為這個善念每一個人都有 只是說有的人的善念都睡著了 我們只是說用這支MV 可以把他們喚醒 為到他們家裡的人 為到他們愛的人 為到我們台灣的同胞 大家做的工心站起來 因為三年啊沖天了 可以把這個惡業 來抵消 是 我覺得 無論如何大家心存善念 大家共同的 用正向的心來面對每一件事情 包含這次的疫情 好 時間關係我們讓電台先進個廣告 等會呢回到現場 再跟我們盛祥門電影公司的導演 張維聖 張導演繼續聊 等會馬上回來 最舒服的面 人生無常 有的人是為到親情 需要 心情 在煩惱 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向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惠祥門 我們如果要睡前 念惠祥門 惠祥 讓我們自己的完成 祭祖 做生 我們的心臟會比較平靜 這裡可以自己免費來結合 空氣三三五 數理三三 啊 怎麼辦 王子的舞會快開始了 我要怎樣才能趕上 先不累啦 哦 是神仙教母 看我的召喚神咒 07 831 9037 哦 這台是 是全球租車啊 全球租車提供商務服務 旅遊接駁 專業包車 還有轎車 旅車 修理車 大巴 中巴 小巴 比之前的南瓜馬車更厲害 趕快去舞會吧 祝你有個甜蜜的約會 哇 好 謝謝神仙教母 有任何租車需求 請找全球租車公司 零七八三一九零三七 八三一九零三七 祝你有個情願 樂覽策屋 乐展願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它也列为爱国歌曲 叫中华儿女 当然里面的歌词很感人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有这个爱心 有慈悲心 那希望我们这次的疫情能够赶快过去 其实我们的祈福不是说只有我们好就好 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好 对不对 希望大家都好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善念应该把它发出去 其实在我们讲说学无止境 活到老学到老 当然维胜哥还是算很年轻 不过呢 维胜哥也进修 去研读了这个影视传播 大众传播的科系 可以跟大家聊聊吗 不妨跟大家讲一下 我是维胜哥的学长 我们都是一手大学的大传系 那当然我觉得 我觉得无论说 你今天年纪是什么样的年纪 而且我觉得你有心想做就可以去读书 我觉得读书这件事情很好 维胜哥你为什么会想说要去再去进修一下 因为就是我筹备这部电影已经八年了 那三年前我一人二人决定说 因为我要补足我一些属于世上的部署 那我就去跟我二儿子 去报了这个一所大学 然后招考 然后两个都进了 我跟我儿子是同班同学 同班同学 对而且是学校尾仪 而且我也是学校里面最老的学生 我是报室在报宅这个大传系 我儿子他刚好是比我早一个 他抽到这个电影科系 电影科系 然后我要施绑的时候 哇没有绑了怎么办 只是在大传好吧 那就读大传系 那我借大传然后去读电影史 所以说我主修都两个科系 对 而且我不晓得现在年轻人 他们读这个大学真的 忙三老金的因为 都要记啊还要背 尤其郭文 郭文是我最头痛的 真的喔 因为现在我已经五十多岁 不像二十几岁那年轻人要背这个 记忆力那么好 而且好几次我都跟老师商量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用唱的 用唱的 他就马上抬头起来看着我 我说因为我背不起了 我只能用唱的唱给你听 唱给你听 对我就用 我做的曲啊 然后把老师要教的那些功课啊 我都是用那个歌词 打唱出来 对把它唱出来 那你也太厉害了 你真厉害了 我刚才看了老师说 他转好多地出出出出你而已 结果也是过 因为我真正是用唱的 很认真 对也是很认真 没人像我这样 哈哈哈 所以说其实 我就是有点在拍电影 刚才起来学习的东西 可以学在学识上的东西 对 但是我还有一点好处就是说 我 尤其你不要打这个后 我的同学 比这一样我的伙伴 就变成说你的同学不刚好变成你的助力了 对 因为现在这支电影开始的时候 我不要安排这些同学 就会来实战一下 真的喔 一起来看看 一起来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大三了 所以说我们都已经有联合制作 对 都在制作了嘛 对对对 都有那个能力了 现在你还要实战一个机会 一个后 这样 他绝对一定会 会更有信心 对 而且会更知道说 哦原来我们是怎么拍MV的 对对 啊现在来是要拍电影 所以说现在 我们的影视 南北差距太大 对 都是在台北 最近都在台北 所以说台北的 如果我们高雄市 文化局要穿景色 都会过 但是我们高雄的 绝对不会过 OK 所以说我就是有这点 在努力 因为虽然有这个阻害 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些阻害 我们去放棄 你看看 我们能拆到家去铁了 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没办法去聴护 年纪不是问题 我们如果用心的 我感觉说 应该有一天 就会感动到他们 是是 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 默默的在做 会会感动到许多人 其实我觉得 在我们社会上 还是有很多默默在行善的人 只是 也许你不认识他 也许你不知道 就是 韦胜哥 你在这十几年来 我记得上次 杨姐在访问你的时候 其实你有稍微谈到一些 就是 在这十几年来一直默默在做的事情 保持这个好备 我专家我也有一次 也在这些低收里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孩子最多 我是帮送我的霸主 爸爸的霸 爸爸的霸 孩子最多 当然那时候有一次 算我个家 有低收 让我过 过的时候 我们刚跟那些人做会 我觉得 因为这些人 其实他们也很不愿意 是 所以我跟他们做会 久之后 我去经过这 我有点经验 我觉得 我们还是有一个公报文 要来照顾他们的位 是很简单的 是易如反掌 那如果科兵我们的力量 我们像个图 图 图在楼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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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想到一个方法 OK 要来替他们签名 是 就是 这次我们 目宽 这个 法际这个 伏米布施 伏米布施 我现在 早上已经 破了四千几宝了 哦 对 我这次目标 要给他冲我一万宝 要拍一支美丝 刚好顺略 我要拍这个电影 因为这个电影 是真人真事的故事 所以说这里 呈现的就是我们这些 怕过的 但是这些剧情 真的让你们感觉 说 很温馨 很感染 因为 台湾 还有一个团台湾的小孩 真的为了台湾文化 这么打招在努力 对对 其实说真的 我没有正当的食材 我也没有要靠到正当的食材 因为做这个文化的人 我什么时候就都有朋友 我都广结善缘 四海广结善缘 对对 所以说我是觉得 其实做这种事情 不要靠到政治 更单纯 不过现在回头回来 没有这个政府来跟我们 搭拌这些人就在了 我觉得这些人 也是很辛苦 在过一季 所以说我就有收入方法 这个方法呢 在这个电影中 我会天生命 让政府正式这个问题 直接来为这些备生 干扰人 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我们重要的地方 不过现在我们用这个 叫做这个 叫做你是我们叫做英雇嘛 可能也没办法 一时之间可能还有办法伸出援手 长久之际还是得要靠公部门的力量 全民的力量 一起来关系 所以说这点 这里我们做了 有些经验 在这里 我们愿意把这个经验 来分享 给大家 给大家正式 作为来共同 来为这些事情 来做一个改革 做一个改善 这样算是给大家 这些辛苦人 大家 都可以带到一个安穩 生活这样而已 真的 其实每个人的家庭 都有很多故事 有一些人家庭 是很温馨的 我觉得如果你们的家庭 那天就比如说 我们的家里面 不是说很好过 可是至少我们生活过得去 其实我觉得我们 实时要充满感恩 因为有很多家庭 其实真的是过不去 甚至之前杨姐采访过 跟节目很多朋友有分享过 我们家里面有一个 卧病在床的 有没有 之前我播新闻 听到很多的所谓 长照悲歌 老的顾老的 结果真的顾不下去之后 当然就很多遗憾的事情出现 这个我相信 我们也不愿意看到 社会上有太多人 甚至还有人 连最后的 我们人生最后一段路 都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过 对不对 所以 我们都过很多 真的是需要大家 共同一起来 有这个善心跟善念 那我觉得很多人也许也想说 我也很想关心 可是我不知道去哪里关心 其实我觉得都无所谓 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都是有他们的 我们都去关心他 我们只要发现说 我觉得一个微笑 或者说一句好话 都是好事 都是一个广结善缘 我觉得我们不要互相骂来骂去 互相针对或互相的批判 我觉得这个社会不会比较祥和 对我感觉我们这个社会 就是要把这个仇恨化解掉 不然如何我们也是要化解 就像这段 我刚才这些障碍的时候 对对对 我都持这个薪金 又费用给他 甚至我在这个新闻里面 有人在这个新闻里面 在那里面 OK 但是一个月后 他也是来找我 真的吗 我也是同样 我也是把口罩送给他 OK 所以我发现他在医疗后 现在我变好朋友 好OK 微胜哥最后 有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做 最后的补充的 我是说希望 我们这支MV 可以收到大家的那个 就是同时 大家把我们的嘴皮心拿出来 抵抗这个疫情 我们可以 这些善良的人 都可以这样有惊无险 大家不要在这个生活 怕疼的恐惧当中 大家有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MV 和这个口罩 最主要就是 要让这个人 做这个众生 我们的同胞 可以解决这种恐惧 布施这个无畏施 希望说 大家可以把这个善良 扣出来 给我们的社会 给我们的国家 有一个希望 对 希望大家一起用正念的心 正向的心 来面对所有的事情 包含这次的这个疫情 希望大家 也不要惊慌 心中要安定 心中要充满希望 我觉得明天会更好 好那这首歌叫中华儿女 大家可以去YouTubeGoogle一下 会看到我们维胜哥 还有很多年轻人 还有很多善心人士 一起来唱这首歌 好今天非常感谢 盛祥门电影公司 我们的导演张维胜 张导演来到杨洁节节目 谢谢维胜哥 谢谢 感谢 感谢大家 感恩 好谢谢听众朋友收听 我是杨洁 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下回见啰 拜拜 拜拜